投资朋友圈助理你的投资决定 欢迎回来在视频的另一端是易浩全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嘉宾建股环节 今天浩全为大家介绍的这支个股是哈尔滨电器 我们来听一下浩全最新的解读 大家好 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股份是一个比较冷门的股份 叫哈尔滨电器 那先讲一下一个价钱吧 陆势价位在1块9毛上跟现在一个价钱可能差不多 目标价限定在2块2 止损在1块8毛5 为什么先说要什么推荐这些股份给大家 就是具体的就是说 现在市场是一直会 自从在新一股资金去切走之后 都是有个百块轮动 或者说寻找一些低估值 或者说一些稍微有一点点概念的股票 那始终很大部分之前我也推荐过一些什么低肩股 什么光大环境 这种其实都是类似这种的 所以1330也是我自己去寻找的一些股票 那现在目前来讲 公司因为处于这个亏损的状态 所以吸引率是没有了 但市价率是只有0.18倍 如果你说同业的话 就是用东方电器1072的话 上海电器2717的一个市价率一倍的话 其实是好多好多 那当然原因主要是 它可能公司的业绩表现不是说太好 但是我自己觉得是说刚刚讲了很多一些低估值的板块 或者是个股的话都是意味可能业绩如果有一点点改动的话 会有一个迎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固执收服的一个智慧 那另外一点是说一个哈电计算 其实也是有一个很大 很长这个历史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传统能源产品 其实很多现在你看到国内的很多国词 都是往现在是律师地碳这个产品去会产业转型 所以就说你看到 无论是说以前的传统电力股 或者说一些资源股 也会有一种碳中核概念就会去炒作 但是对于哈里面的电器 其实也会同样会有这种这个政策 这个支持 利好它后面的发展 那第三点是也要给大家可能说一下 它自己的历史 可能两年多期前 其实哈里面电器的管理层 曾经希望用4块02这个港币去销化 但最终确入的这个失败 其实国词销化失败其实是很小见的 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股价就从当时4块多 一直承认到现在1块9块多 所以我觉得已经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价钱 所以公司的年报 到2020年底时资产经济是得到9块09的美股 所以我自己觉得也不能排除是说管理层会不会以后也会有智慧再去提出这个事 那如果一旦提出也会迎来一笔比较可能意料之外的一个上涨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思路就是说寻找一些低估值 然后业绩会不会转型 有没有一些可能国家的政策也可以靠拢 然后有一个概念去炒出这些股票 然后唯一的风险就是因为公司刚刚的业绩是一个处于亏损的状态 主要他都说了都是因为主要受到疫情跟人民币升级两方面的所影响 那这两方面其实都是会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所以在后面可能也会影响到股价的一个波动 所以其实呢这支股份现在看来就是可攻可守了 有一些可能会带来的惊喜给到大家有些期待 那在这个估值方面呢也是比较低估值 大家可以是觉得说价位方面是比较合理 我们也是可以选择一下 那另外呢也是给您review一下 在两个礼拜以前您给大家推荐的个股就是光大环境 如果要是跟随您买入的话 这个投资者两个礼拜的时间 他的收益也能够有超过30%了 昨天看到出了业绩呢光大环境上半年是多赚28% 中期期是增了36%派19线 股价在昨天公布之后呢就升了一成 今天继续发力上升一成 那其实也是想听您帮我们继续解读一下 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您给到的这个目标价 那现阶段对于这支股份是应该及时的获利就离场呢 还是说应该是继续持有它呢 我自己觉得如果去到这个位置 我是会先建议会指引先离场 因为其实它的业质啊 或者说帕埃斯本身我之前都有讲过 其实过去几年公司其实也是一个稳步增长 或者说帕埃斯也是稳步增长 所以我觉得也不太意外 主要一个点刚刚我讲了 其实公司本身是有这种 绿色这种一个低碳这种概念 加上就是估值太低了 然后市场一窝蜂基金去涌进去的话呢 我觉得短次因为从8月开始 就从最低位可能4块0指这个位置 已经去到5块6指 最低反弹到已经跑 将近40%了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我会考虑会先 指引先离场 但我不代表是说我是不看好这个股票 只不过如果等它可能补价先回调到可能5块2 那我到时候可能会再考虑要不要再去买入这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